万子良63岁了还在四处捞钱 老牌影帝成18线艺人 酒吧上演嗨到腿软 晚年悲哀全靠座 学学轴行持吧 已经60多岁的万子良 似乎快把自己的形象给败光了 当初的老牌影帝 现在却成为了四处捞钱的18线演员 简直是让人感到忍不住满息 近日万子良更是现身某酒吧上演 年纪这么大了还嗨到半夜 腿软差点没有站稳摔了 看得折笑人心酸呢 活动当天 万子良身穿一套白色西装外套 那大一件橘色T恤 整个人红光满面 人才一役 丝毫不像63岁的年龄 上一看仿佛又回到了大哥的时代 他此次上演的地点 是一个灯符酒绿的夜场酒吧 四周灯光灰烂 顶部还有不少的球形灯环绕 看起来是十分的混乱 即使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但是这样的场景布置 和当年万子良年轻时的豪华出场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和夜营里的主人公 突然落魄的场面 倒是十分的契合 本来以为万子良是老当逆壮 但是没想到他还唱到后面呢 可能是因为体力不支了 一时间没注意 脚下踩空了 整个人身体向后倒去 这一个动作来的也是猝不及防 万子良当场下的面露巨色 五官都是皱在了一起 还好当时他身边还带着几个保镖 保镖面发行迅速 几个人稳稳地扶住了万子良 这才将他的身体扶正 这几年已经半退休状态的感性 在内地接通告捞钱的现象 是领见不鲜 万子良可能也是为了家人过得更好 所以才出来赚钱的吧 无奈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时代了 即使参加再多活动 其实也赚不到太多的钱 有观众甚至表示 这样只会拉低他们的形象 让大家厌恶 而这一点 周星驰就做到了很好的避免 自从2007年的《长家7号》之后 星驰基本上就没有再演过电影 最多也只是做做幕后的工作 而近几年周星驰更是连导演作品都没有了 即使很多星粉呼声不断 希望周星驰能够拍出来个电影 但是周星驰却迟迟没有这个打算 王精在一档节目中表示 周星驰之所以不再出来拍摄电影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认识到自己老了 头发都白了 如果再去演那些屋里头的角色 无疑是非常违和的 他自己都觉得看不下去 为了保持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好形象 所以周星驰才选择吸引 说实话周星驰这个想法简直不要太明智 关子良是也该好好学习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诶 干嘛呢 Berupa 诶 加密码 加密码 莲娱 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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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